夏教授 郭文贵曾经多次表示 如果说12月31日以前 韦石和希洛不能进监狱 他就从他所住的18楼跳下去 您觉得他因为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我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跳下去毕竟会造成生命的危险 您觉得他会跳下去吗 郭文贵有关这个方面的说辞不止一次 他在视频中至少说过两次以上 他以前说过说如果到春节 韦石和希洛还没有被抓到美国监狱里坐牢的话 他就愿意谁跟他打赌 他愿意陪人家100万美元 这是一种说法 另外他还有说从18层楼上跳下去 这些都是属于这种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兑现的这种 他喜欢说这种大话 而且往往都不对现 他以前你看这一年里边 他已经说过多次了 他哪件事情兑现了 而且很多的网民真的是跟他认真了 说我就给你打这个赌 你倒是输了你就要交出这个100万美元 还有这10万美元的这个这种赌 也有很多人跟他打 他说了很多类似的话 他自己恐怕都不记得了 所以他这种人说话从来是没有诚信的 撒谎诚信 满嘴谎言 所以你现在跟他认真 有人说他说的是春节之前 不是元旦之前 其实两种他都说过 对不对 好就算是元旦之前他不跳 春节之前他就会跳吗 他这种人这么无耻 他没有底线的 他怎么会去真的去自杀呢 我相信 郭文贵不会寻求自杀的 他只会死于非命 至于他怎么死我们不清楚 那么当然呢 如果讲他在美国 他要是真的是 痛改前非 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有人说他没杀人啊 但是他害人害了多少 他害人有没有导致人死亡啊 据说也有 在日本或者海外其他地方也有人命 但是不知道这个案件具体的情况我们不清楚 我们不敢断言 在国内的时候过去他有绑架的行为 殴打的 据说也有人命的这个官司 但是呢很多东西到今天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呢 他的这个精神上的压力 我相信一定是很大 就是他的仇人太多了 想要他命的人太多了 所以呢 这也是他为什么花重金去雇佣一个保镖团队 但他这个保镖团队并不是像他吹的那么专业那么牛 实际上都是在美国来说是三流四流的这种保镖团队 而且郭文贵的钱到底还有多少还能维持多久 能不能维持一个有效的真正合格的保镖团队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 郭文贵他得小心点 他躲在他那个18层那个那个公寓里边不出去 那也还好说 如果他经常在外面招摇 说不定他哪天就会死于非命 那么他跳过跳楼这个东西呢 这种人他就是耍无赖 他过去那么多的话他都可以翻回 他都可以不承认 所以他也不在乎多这么几次 所以如果有人以后再见了他 再逼问他 说你怎么不跳楼啊 那辛诺和韦石并没有做劳判刑啊 那你应该怎么办 他不但不会跳楼 他也不会拿出一分钱来进行赔偿 他如果要有脸 要有耻辱心的话 有羞耻感的话 有一丁点诚信的话 他都应该拿出一点钱 哪怕不是赔给这个韦石或者希诺 不是像我们受到 他这个谣言污蔑伤害的这些人进行这个赔偿 他至少应该拿出这些钱来做一些公益的事业 拿出这些钱 比如说他以前老早就说过 对国内的维权人士 异议人士 他们的家属遭受迫害的那种苦难 苦难者们给予一些人道主义的救援和补偿 他说过多少次大话 说要建立一个基金会 那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 所以郭文贵可以免去一死 别跳楼了 你就把那一百万美元 就作为援助国内遭受迫害的意义人士 民主人士的家属的这样一个启动资金吧 我觉得如果做这样一件事 到底毕竟还是做了一件人事 郭文贵来到海外之后 吹牛吹了那么多 很多外国西方媒体都问过他 有没有做过慈善公益事业 他当时的回答都是没有 没有做过 他一分钱都没有捐过 但是他花了一些钱去作为解渴费 去雇用他的那种走狗团队 这个打手们是拿了他的一些钱的 所以呢 他现在如果要是想 想让外界对他的这种谴责 稍微能够小一点 力度小一点的话 他应该来亡羊补牢 做这点起码的事情 拿出一点钱来 真正的为国内的这些苦难者们 做一点人道主义的援助 也算是做了一点人事 来修补他的那种 已经是百孔千疮的这种公众形象